脂肪肝就是肝细胞内堆积了太多的脂肪 早期一般没有明显症状 所以很多人都是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脂肪肝 一般体型会比较偏胖 也有人会有口干口苦 总是感觉全身乏力 食欲差,不想吃饭 还总是时不时的拉肚子 右边肋骨下隐隐作痛 有这些症状的人就需要注意了 那中医如何认识脂肪的呢 脂肪的本质其实就是痰湿 不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嗓子里的痰 而是无形之痰 脂肪肝的主要病基是脾胃失调 胃强疲弱 胃的主要功能是粗加工 煮受纳和服熟 而皮则是负责把饮食中的精华部分运送到全身 胃强疲弱就是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太强 超过了皮的散经能力 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营养过剩了 就会导致我们的胃肠有积热 湿热 时间久了形成痰湿 也就是堆积脂肪形成脂肪肝 再试试看 谢谢大家